想不到吗? 今天要来跟大家讲故事 Hello 大家好 我是欣音姐姐 今天要来跟大家讲个故事 从前从前有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做小明 小明非常非常非常的饿 他已经10天没有吃饭了 他就在走一条很长很长很长的路 一边走一边好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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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在他饿到差一点要倒下的时候 他看到了前面有一间prata店 好不容易爬进去了prata店之后 他看到这间店最著名的就是它的cheeseprata 所以他就打算试试看 叫了一片cheeseprata来吃 吃吃吃吃 哇 真的是很好吃很好吃 可是肚子还是非常非常的饿 结果又叫了第二片cheeseprata 吃吃吃非常的好吃 觉得好像有一点开始要饱咯 可是还是有差那么一点点 所以他又叫了第三片的cheeseprata 第三片的cheeseprata来的时候 他吃吃吃吃吃吃完了之后 哇 觉得真的是太好吃了 非常的有满足感 这是他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cheeseprata 所以从那天之后呢 小明就到处去跟他全部的朋友说 哇 知道吗 某某那个prata店的那个prata cheeseprata真的是一级棒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prata 结果他的朋友啦 家人啦 就全部听了小明的话 去试了那间cheeseprata 回来的时候呢 都跟小明说 诶 他们觉得普通还好 其实也没有很特别 小明不相信 所以他又再回到同一家店 点了同一个cheeseprata 可是不管他再回去几次呢 他都再也没有吃到 像那时候这么好吃的cheeseprata 在这里呢 故事结束 蛤 这是什么烂故事 诶 等一下啦 这个故事是有寓意的好不好 为什么小明会觉得cheeseprata这么好吃呢 是因为之前他非常饿的时候 在他吃到第三片cheeseprata之前 他已经吃了两片cheeseprata 然后觉得肚子已经开始有一点饱足感 可是吃第三片的时候 才真正的开始觉得 哇 真的是饱了 真的是满足了 真的是太过舒服了 所以他心目中呢 就一直觉得 第三片的cheeseprata这么好吃 那为什么会跟大家讲这个故事呢 因为太多太多的人问我 怎么样把高音唱好 还是诶 你可不可以教我 就是某某技巧 可以一次过把高音 还是某个技巧做好这样子 可是其实呢 重要的不是你在高音的时候 怎么样唱才可以把高音唱好 重点很多时候呢 都在于 你在唱这个高音之前 之前做了什么准备功夫 像如果你的发声 你的腹湿呼吸法啦 你的丹田发声啦 全部都可以做得非常完整的话 到了高音的部分 自然而然的就可以轻松的 把高音唱出来了 很多时候我觉得大家都觉得说 可能是因为缺少了某个技巧 所以没有把高音做好 可是唱歌这个东西呢 它其实是整个package 整个配套 就是你一开始 你要把你的腹湿呼吸法 你的发声技巧 你的所有的基础都打好 才可以把你后面的技巧做好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花多一点心思 下多一点功夫 把你的基础打好 因为唯有非常稳固的基础 才可以确保你在日后 不管是学习任何的新技巧 都可以非常轻松的做得到 希望大家还喜欢我们今天的小故事 那当然呢 如果大家还想要学习更多的歌唱技巧 听我们分析更多歌手的唱法的话 记得要锁定这个频道 每个星期五我们都会更新 可以到Facebook或IG找我 我是Sinny姐姐 大家也记得要帮我们按赞 订阅留言分享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